罗西先生各位同事 75年前 世界人民 经过浴血奋战 赢得世界反法的战争伟大胜利 这是正义和人民的胜利 联合国的75年 是人类社会迅速发展 国际形势深刻变化 多边主义快速发展了75年 经历一次又一次考验 联合国仍然充满生机 寄托着70多亿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我们必须严肃思考 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 在后疫情时代 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联合国要主持公道 大小国家相互尊重 一律平等 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是联合国宪章首要原则 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由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 分享发展成果 掌握世界命运 要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更加平衡地反映 大多数国家利益和意愿 要例行法治 毫不动摇维护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以制度和规则 协调各国关系和利益 要促进合作 把本国利益从各国共同利益 结合起来 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要聚焦行动 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 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 把发展问题置于 全球宏观框架突出位置 中国将始终做 多边主义的践行者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谢谢